朋友您好,今天是2022年1月22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疫情 说这1月21日16时至1月22日16时 北京市新增9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轻型8例普通型1例 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从1月15日以来,北京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是34例,涉及5个区 再来看哈尔滨,关于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的通知 通知说,广大市民朋友,目前国内疫情呈多点散发态势 多地先后报告本土奥密克戎感染疫情 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随着川运高峰来临,人员流动量大 为进一步做好川节期间防疫防控工作 实现新冠疫情精准防控关口前移 落实四早措施,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川佳节 根据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统一部署 市指挥部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南港区、道里区、道外区、乡访区、平房区、松北区 全员核酸检测1月24日80启动 48小时内完成检测 忽兰区、阿城区、武昌市、上智市、巴燕县、宾县、宾县、宇兰县、延寿县、盐寿县、木兰县、通河县、方正县 全员核酸检测1月26日80启动 48小时内完成检测 二、有关要求 一、请全市所有居民积极参加全员核酸检测 听从指挥根据各区县市防控指挥部的统筹部署和街道镇社区村的组织安排 到指定地点及时主动配合进行检测 要求二、在参加采样期间 请居民做好个人防护 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不交谈、不聚集 注意防寒保暖 照顾好老人和儿童 要求三、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 请广大市民朋友尽量减少流动 不造谣、不传谣 要求四、对没参加全员核酸检测的市民 将进行父皇马管理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不便 要求五、全员核酸检测期间 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暂停 通知说 疫情防控仍然有责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配合全员核酸检测 致密住牢疫情防护网 确保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安全稳定 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2022年1月22日 这是最新的哈尔滨疫情数据 现有确诊0 一例都没有 哈尔滨为什么开展全员核酸呢 哈尔滨可是开示了疫情以来的贤盒 成为了没有确诊病例 而开展全市核酸检测的第一个省会城市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 穿运高峰 人员流动性大 实现新冠疫情精准防控关口前移 消息一出 这市民议论翻番 一部分人认为 精准防控变成了全员检测 浪费国家人才物力得不偿事 哈尔滨作为省会城市 有近千万的人口 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那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可是不容小觑 这一趟坐下来 动辄可就是几个亿 再看哈尔滨的前期 这几天可都是零下十度到零下二十度 这大过年的没事也会折腾出事来 这不仅就让人容易联想到辽宁锦州元旦前发布的那条通告 通告说第一时间主动进行核酸筛查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经核实后奖励2万元 估计这条消息了解的人还真不多 说这去年12月7日晚 锦州市政府官方微信锦州发布发出了一条信息 是关于对主动进行核酸筛查 结果阳性人员实施奖励的通告 通告中写的呢 锦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提倡从外省外市反警人员 与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存在交集的人员 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 嗅觉 味觉 减退 鼻塞 流涕 咽痛 结膜炎 肌痛和腹息等症状的人员 应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报备 告知旅居室接触室并第一时间进行核酸筛查 就诊过程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为鼓励广大市民响应号召 经锦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对锦州市户籍人员第一时间主动进行核酸筛查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经核实确认后由属地县市区指挥部奖励2万元 当时网友也发出过疑问 说目前锦州有没有确诊病例呢 当时锦州市卫健委直播人员称 目前锦州没有新冠确诊病例 如果有会及时发布 而锦州市12345市长热线工作人员也称 没有听说锦州有新冠疫情 这种事还不单是锦州独有 12月6日辽宁省复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也发布了 关于对主动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阳性人员实施2万元奖励的通知 那复新市就有确诊病例吗 也没有 如果有 那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全员核酸检测 而当时在锦州做核酸收费是40元 这种吃相是不是太难看 克里斯托弗莫瑞在纽约到1月19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 疫情或会从3月开始逆转 克里斯托弗莫瑞教授及其团队一直在为白宫提供新冠疫情建模 准确预测疫情 他在纽约到1月19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 从2021年的11月到2022年3月下旬 全球超过50%的人都将感染奥米克荣 但是疫情会从3月起开始逆转 莫瑞分析说 到那时全球过半人群感染奥米克荣产生的自然免疫力 各国疫苗接种率的提高 以及加强针的接种等 会让全球的新冠免疫水平处于一个最高水平 因此在此后的数周或是数月里 全球病毒传播力预计会很低 传染病和疫苗学专家加州大学 伯克利番校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约翰斯沃茨伯格也认为 从3月开始病例数量持续下降 当奥米克荣疫情好转之后 全球预计会有一段安静期 不过呢 马尔多纳多教授指出 我完全可以预测另一个版本的病毒会卷土重来 这就是给疫情下一阶段带来不确定新的可能状况 专家们认为下一个新变种可能跟奥米克荣一样具有超强的传播力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敌 它可能会给人们造成更重的症状 也可能完全没有症状 加州大学旧金山翻校的流行病学家乔治·卢瑟福指出 病毒可能像早期变种一样慢慢的变异 也可能像德尔塔和奥米克荣一样出现大的跳跃 而在预测下一个变种是什么都是瞎说 莫瑞教授也认为 新的变种一定会出现 其中一些可能会比奥米克荣造成的症状更严重 报道指出 新冠病毒可能永远也不会彻底消失 以H1N1流感病毒为例 它在1918年作为一种新病毒出现的时候 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之一 感染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害死了5000万人 那场大流行最终是结束了 但是病毒呢至今还存在 它就是我们现在年年间的H1N1病毒的增增祖父 尽管从那时起已经有了太多变异 但依然是同一种病毒 也许新冠病毒也会这样 据CDC的数据 美国平均每年有约3.5万人死于流感 斯沃茨伯格教授不认为 我们的生活会回到完全像新冠疫情以前一样 马尔多纳多教授也认为那是最好的情况 他强调说如果新冠病毒开启流感模式 全球就需要保护疫感人群 避免重症 确保他们接种疫苗 并且有单克隆抗体和抗病毒药物 而疫苗企业也要针对不同毒株制造针对性的疫苗 让人们每年接种 政府也要加强检测能力 因为除非民众通过检测知道自己感染了 否则口服药物和单克隆抗体都没有用物之地 在最坏和最好的情况之间 第二种状况是疫苗制造商不能及时制造出针对性的疫苗 或者没有足够的药物来治疗患者 而最坏的情况是 变种对疫苗和治疗都产生了逃避能力 但马尔多纳多教授认为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莫瑞教授则认为 总的来说 经过了过去两年 从科学研究 政府应对和民众意识提升之后 未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潮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将变得比较小 新冠将会成为又一种会反复出现的疾病 卫生系统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应对 奥密克戎之后 新冠疫情会再袭来 但是大流行不会了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 为您准备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